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回事 子龙弃主而归 有为职责 按军律当仗三十 子龙 大哥在那边怎么样啊 他已陷入温柔相助 整天已酒色自语 我见缺了几句 便把我赶到回来 大哥不是那样的人啊 这不明摆着吗 东吴设限美人计想困住大哥 长此下去 必有变故啊 军师 你下令 我们救回大哥 二哥说得是啊 军师 你现在就下令 俺当这个山峰 我马上就去军营 击活我的兵马 站住 江东有十万精兵 我们这点兵守住荆州 尚且浊金建州 如何还能去攻打人家 再说北边还有曹操在虎视眈眈呢 兵不在夺 而在勇 只要你下令 我带兵 偷袭健康 出其不意 定能救回大哥 孙氏经略江东三世 到处都是他的耳目 齐袭这条路 如何行得通啊 难道 也真正看着大哥 一辈子做人家这下仇啊 不是行不行 我看 是有人别有用心吧 眼下 主公的处境危险 可荆州的处境更危险 我沿途回来 看见东吴往巴凌不断运兵运粮 随时都有袭进的可能 主公把荆州交易军事 与二位将军 大家应该京城团结才是 子龙 子龙 你这是干嘛去 军事责罢得对 这等军棍 算是把我打醒了 我的职责 是护卫主公 不能离开他身边 我就是爬 也要爬回东吴去 好 好 谢谢观看